吸烟的危害,颠覆一切世间人的认知 大家好,欢迎来到显密法园,我是欣元 今天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比较广泛 全球的烟民已经高达十亿人口 甚至可能不止这个数字 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关于戒类方面 那也是言于律人,宽于自己 自己能做到的谨小慎微 自己做不到的放任麻木 比如说我发一个视频,超越了他的认知范围 他张口就会说你棒法或者妄语 给你扣上一个大帽子 这就是言于律人 比如五戒中的九戒 而自己没准天天晚宴中小九不断 殊不知这一样也是下地狱之音啊 因为这个九瘾多年养成的生活日常 对这样的因果,因为自己做不到就变得麻木 对自己非常的宽松 说到习惯,我们今天说说吸烟的危害 当然了,世间医学健康上的危害 咱们就不谈了 我们看看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中 对烟草的看法 下面引用索达基堪布 对大家的一顿开示 今天我就趁现在给大家谈一下吸烟的缺点 有些佛教徒以前超级喜欢吸烟 烟炎也超级大 后来接触到佛法后 基本上已经戒掉了 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回忆 当然习惯比较重的人偶尔还会在梦里吸烟 在非佛教徒的群体中 吸烟的现象非常严重 实际上吸烟的危害相当巨大 不仅对健康造成损害 耗尽财产 心理不正常 引发各种过患和疾病 来世的果报更是令人毛骨悚人 高松大德门一直认为 烟草是魔的恶怨所形成的 因此吸烟的人非常可怕 修行人都不敢接近 包括我自己在内 遇到吸烟的人也非常担心 担心修行境界和很多加持 受到自相续的影响 依赖这样的染污会消失 烟草的来源有不同的历史 比较公认的有几种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种说法 在佛陀时代 一次佛陀在龙宫入于甚深禅定 欲戒他化自在天的两个魔女 以妖魅之术来迷惑佛 想破坏佛的戒体 因为佛已断除了一切贪欲 对美色的贪爱早已消失 所以魔女的诱惑无法得逞 两个魔女怀恨在心 于是各发一恶怨 脚掌的魔女取不净粪便抛向中国 形成大蒜 另一个魔女取精血 撒向印度 形成了烟草 由于烟草是魔女所发之愿 因此吸烟者会逐渐损害慈悲心 春心 邪见 淤士等五如自然增长 更会破坏修行人的一切功德 第二种说法 以前很久以前 魔王波逊在临死前 无论怎样也酱不下气 她的大女儿说 我杀害一千众生 波逊也不能死去 二女儿说 我杀死一亿个众生 她仍然无法死去 最后小女儿说 我将精血洒在地上 百般发邪怨 愿以精血为恩生出毒液 男女俗人尤其是入佛门的僧人吸烟 以此过世 七世中三代人天眷属不得解脱 千节中必定不能从漆黑的烟馆中解脱出来 烟草遍及之处的天龙地神八部都被制服 与人耗尽寿命福德 眷属百姓受影衰减 与人短命多病 畏惧怨敌 出现各种不幸 后世堕入十八层地狱 发了这样的恶怨之后 魔王破炫才安心死去 所以所有吸烟者都被魔的加持和诱惑所影响 第三种说法 释迦摩尼佛转法轮时 有个诽谤三宝的破裂弟子 他心生愤恨 发誓要在人间留下恶种子 让众生无法学佛法 由于他恶怨的力量特别大 死后就成了魔 来到人间企图破坏佛陀教法 他准备把魔与魔女所生下的蛋 带到佛法最兴盛的印度 快到印度时 因为释迦摩尼佛的佛广普照 他无法进去 五百年间正法兴盛 他一直没有机会 佛陀涅槃五百年后 他又想出来兴风作浪 当他刚从地里出来 就遇到莲花生大士的佛光 莲花生大士是五百尊咒师的尊敌 强魔威力极强 他又无法捣乱 可他并未就此罢休 于是把魔蛋捏碎变成粉 撒在虚空中 随风吹到与印度比邻的城市 第二年 那里就长出一种奇异的草 这就是烟草 后来一个五百多岁的婆罗门老人 发现了这种烟草 他心想 自己活五百多年 从未见过这种一草 觉得很稀奇 就把它带回去 拿到印度一个城市里贩卖 城市里有个魔所化现的妓女 他一见到这种烟草 马上升起强烈的贪心 花高价钱买下来 随后他把这种草点燃熏息 觉得浑身舒服 接着便开始饮种 由于他的魔力 第二年就获得了丰收 此后便一传十 十传百的种植开来 并由印度慢慢传入中国云南等地 在中国 烟草是明朝传入的 此前的历史中都没有烟草的记载 烟草对我们的发愿修行有极大的损害 这一点佛教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梁胡生大师之后很多福祂大师 关于吸烟者堕入恶趣的教言相当多 不仅佛教中有这样的记载 世间人对吸烟的评价也不是很高 曾有一次的故事说 有个美国的烟商到法国做生意 一天他在集市上大谈吸烟的好处 突然有位老人走上台子 大声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 吸烟还有三大好处 第一是狗怕吸烟者 第二是小偷不敢偷吸烟人家 第三是吸烟者永远年轻 一时间台下观众情绪振奋 那位商人更是喜行于色 老人却把手以摆继续说 为什么呢 因为一吸烟的人驼背多 苟见了以为正要石石头打 二是吸烟者咳嗽 小偷以为他还没睡不敢偷 三是吸烟者都短命 所以年轻 当然凡事不能一概而论 吸烟者也有年纪大的 不一定个个都短命 咳嗽的人也不一定都吸烟 但不管怎样 吸烟的危害非常大 以前抽过烟的人应该通过修金刚萨多等方式来忏悔 如果不能清除这种染污 临死时或来世一定会受到苦果的 现在经常有些人声称 佛陀在戒类中并没有禁止吸烟 所以吸烟应该没问题 这种说法非常愚蠢 佛陀一切教研的目的就是诸恶莫做 众善奉行 烟草既是魔力所挂 肯定包括在遮止的范围内 而且联邦商大事为主的高通大德 都一口同诚宣讲吸烟的危害 极少数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宣扬吸烟的功德 许多大德都认为 这是在故意摧毁佛法 如果故意摧毁佛法 续部中说 能害佛教法 勤奉上师者 智者当诛之 毁坏佛法 诽谤上师的人 他的语言统统的是魔的加持 应该用密宗的降服法来遮止 因此看到朋友中有吸烟者 应该设法劝谈他们戒烟 当然 给他们讲来世的果报 有些人不一定听得进去 应该从医学健康的角度来劝打 这样他们比较容易接受 今年来 有人坐过一项统计 90%的肺癌 75%的肺细肿 和25%的关心病 都是由吸烟所导致 全世界每年约有250万人死于吸烟 所引起的各种疾病 现在社会上的人特别喜欢吸烟 一只接一只不断的抽着 将每月的工资都变成烟 从鼻子里飞走了 他们虽然知道吸烟对身体不好 但是烟瘾很难戒掉 其实要戒烟并不困难 只要在诸佛菩萨或具有加持的上师面前 至心恳切的发愿 即可得到不可思议的庇护 梁花生大士说 一旦在任何一位善知识面前发誓 并真正把烟戒了 我会像你的影子一样保护你 佛教徒心里有一种信仰 加上佛陀和上师的加持 戒烟应该没有问题 我就遇到几个人 本来烟瘾非常大 但后来痛下决心后 从此就再不想抽了 从佛教的因果角度讲 吸烟的过世更是庆祝难书 宗格巴大师曾说 以学怨魔之恶物 不必说是直接用 甚至药中配烟草 七日服用 则病人一生二人 地狱之中七节不得解脱 华智仁波切也说 倘若指甲上放上少许的烟而吸 此次业以送一亿观音心咒 也不能颤镜 当然 这些教证阐述的角度 是警告大家吸烟过世的量非常可怕 而不一定真有这种过世 金色润藏中云 末法卓氏之毒物 出现十八种烟草 凡接触者转地狱 后世不生月异静 卓氏末法之烟草 口鼻享用诸罪人 今生贫穷如恶鬼 来世将于百节中 住于嚎叫地狱中 乌金莲师曾说 以此臭味不敬烟 虽然终生修本尊 不会成就一本尊 守住舍神离笔去 诸户法神远为之 敬神地神亦逃离 动神家神财神离 冒犯凶恶之天神 病痛死亡灾难起 每一年中见衰败 人畜眷属现恶障 福藏大师桑吉朗巴说 想用大量恶臭剧毒烟 永不厌阻返崩大贪爱 口水鼻涕不止尸光彩 死后百次转生地狱中 福藏大师扰纳朗巴曾经说过 凡处口气感受烟味者 等同挖出六百万人心 神明者降魔金刚是这样说的 青叶烟草口中吸 沙子灌入耳朵里 僧俗男女聚集鬼 破事严者变山谷 被魔所欺之象征 贪欲之心屡屡生 灭尽福德之象征 彼作庸俗之行为 诸不吉祥之象征 眼泪不由自主流 神明者龙撒娘波曾说过 想用恶物腌制时 以食杀害欺觅友 阿里哈尊者曾经说过 肥人倘若一烟草 五毒烦恼胜死火 今生受磅及击毁 死后横使转恶去 众投生人成疯子 夏噶巴尊者说 肥人若惜恶物烟 中脉之内变黑暗 精血脉孔容堵塞 纵然圆满佛降临 死时无法令往生 萨迦班智达腾说 依靠教证之词理 贪知精血毒烟味 设法传播自他者 乃是恶魔之儿子 凡接缘者跺地狱 比如福藏大师 降摩金刚说过 仅仅秀文烟味者 虽是八地菩萨 也要跺黑神地狱一次 可是大乘经典皆承诺 八地菩萨不会跺恶去 那他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为了说明 吸烟的危害程度特别严重 譬如有人要做一件 特别恶劣的事情 你知道后会警告他 不要犯这个罪啊 如果犯了 即便是国家总统也要坐牢 这话的分量非常严重 就会引起那个人注意 不仅是吸烟的过势非常可怕 卖烟的过势也相当大 夏嘎措志张哲大师说 卖香烟者将于五百世中 伦伦恶鬼 我们获得这样的人生 一定要明白哪些有功德 哪些没有功德 尤其是吸烟喝酒这些行为 可以说是低劣者的做法 要想对今生来世真正负责 就要明白吸烟过势非常大 吸烟者连三宝和护法 也没有办法护持 如果你没有佛教信仰 以前我曾见过这样一本书 它的书名叫 这本书能让你戒烟 可以看看这本书 世界非常上销 让我看它之所以引导无数人戒烟的根本秘密 就是深入细致的揭示了吸烟是一种虚假的幻觉 当你认识到是自己跟自己作怪的本质 就容易解决了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会计师 也是一位重度上瘾的老烟枪 长达33年的烟灵 每天100支烟 日益恶化健康状况 使他几乎炫于绝望 1983年 他终于发现轻松戒烟法 告别了烟瘾 从此他立誓 为这个世界解决吸烟问题 25年来 他通过自己的书籍和戒烟诊所 让全球1000万人 成功摆脱了烟瘾的控制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世界所有的烟民早日解脱 幸福健康 并有缘修行佛法